我们大家先请喝茶 我今见闻得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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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解如来真实 各位法师各位据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 142页 讲到中间 下面这一点 行为如实之 这个我们说过 这个是苦其灭道未换离 在讲这个观察 就是说佛法重在观察 那么透过观察 就我们叫做观照 那么如实的观照 能够了解 这个四四五五 我们就是一切法的实相 那佛法的观照不离开对于身心静的观照 那特别是对身心的观照 那五蕴 五蕴是专门针对身心的观照 那这个心有心心所 那这个心所到底是怎么来 那心所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是比较 倾向于我们说是名相应的 就是倾向于跟智慧 跟事实符合的 另外一种 是跟事实不符合的 我们叫做无名相应 或者叫做愚痴相应 那你必须正确的方法 那么才能够正确的观照 一切法的实相 就是真实相状 那我们有必要 那么运用 那么正确的方法 那么来看清楚 事实 那身心它是一种 处在一种 就是 就是我们的身心现象 一直是处在一种 很迷蒙的状态 就是我们不了解 不清楚 到底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身心是怎么一回事 那因为不了解 不清楚的原因 那么就有一点 把这个 本来就迷蒙的 那么就越弄 越不清楚了 所以你必须要冷静下来 那么如其事实地去观照它 那佛法讲到观照 不外乎是观照 身心跟生命 这两种现象 那所以 从观照身心现象里面 又不离开 所谓的运触界 那神仙与生命 综合的观照 其实就是缘起 那它这里 透过所谓 苦疾灭到 未换离 那我们说 那运触界 来讲所谓的 七处三观 好 那上次说到 这个 我们来看到 第几行呢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二 十四 十六 那么 十四 行为如十字 看到这里 六 八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那 前面讲到 行灭到击如十字 那 这个 佛法 两件事 我们就是 反复跟大家说 一个 就是在说明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那这个是 行 这个是 这个 苦 这个 前面说的 行苦疾到击 那 这里 前面 为什么会受苦 就是 这个 色疾 如十字 其实就是 色受想情 是 五蕴 为什么会有 那有五蕴 就有苦 那么有时候 就假如说 这个 我们说的 这个苦 苦疾 如十字 苦疾到 那么 那么 这个 苦灭 就叫做苦灭到击 就行灭到击 那么 击 就苦疾到击 就是说 它是怎么形成的 那 从这个地方 那当然就是 有因有缘 那 所有的 所有的生命 那 不外乎是 你累积了一个 形成生命的 这个能量 那 我们叫做 有 欲有色有 无色有 那么 当它 当它 形成的时候 那么它就 不得不出现 因缘成熟 它就不得不出现 可是它是 怎么形成的呢 那 从我们 这一生来看 它就是 由于 身心 对面对 这个境界 产生 种种的虚妄分别 那么 这些分别 就 种种的烦恼 绕种种的业 那么种种的业 相续不断 就成熟 渐渐成熟 渐渐成熟 那么成熟的业就必然要受报 成熟的业就必然要受报 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看 那么 它产生的根本就叫做六根 就是六根六处 六路处 这是烦恼的生起 那么 基本上是从 感官 那么 面对境界 生起种种的感受跟感觉 那么 引生 种种的烦恼 造种种的业 种种的业相续 那么成熟 那么就会受种种的苦 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 好 那现在说到 云和行 未如实之 那 基本上 这个就是 这我们上次说过了 就是未换礼 未换礼 其实是一个修道的层次 那我们想到未换礼 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 叫做 类似的 叫做 艳离玉灭尽 那 未 基本上是 未卓 就是贪恋 贪爱 那一切的烦恼 不离开贪爱 那么贪爱又是从 无名来 那有无名就有贪爱 那么贪爱一定是因为无名 那一般我们说的 我贱跟我爱 那么这个贪爱 贪爱从哪里来 当然 如果从欲界的众生来 欲界的众生而来说 从人来讲 他就是感官 感官受到刺激 那么生起 生起这个热瘦或苦瘦 然后产生直取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行为如实之 意思就是说 当你生起贪爱的时候 你要清楚知道 你现在在这个境界 生起了贪爱 所以叫做如实之 如其是指 我心里面 现在有些什么感受 首先是感受 所以他这里会讲 我们先来看 行为 何谓行为如实之 为就是为主 难拙 其实就是贪爱 那么行因缘生喜乐 是名行为 那如是行为如实之 那基本上 那这里 其实是在说行 那么行 那么行 其实就前面来讲的 其实受想行 受想行 这个行 那行是由所谓的六四身 因为 昨了一个礼拜 我们可能认不起来 我们就要往前面看 那什么叫做行 因为这里想要叫做行为 有两个主要的名词 一个是行 一个是为 那么行 其实就是六四身 六四身 就是受想行事的行 那行以私心所为主 行事以私心所为主 那么这个是受想行的行 受想行 新所 受想行的行 行是以私心所为主 那基本上就是六四身 那这个都是新所 那因为行 主要 主要 主要是以私心所 私有神力决定动发 那我们基本上 把这个叫做意志作用 知情意里面的意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心理反应里面 的一种意志作用 我们说过受想行 它是情感作用 认识作用 跟意志作用 那通常 把这个叫做 这个是情感作用 这个是认识作用 它其实就是认知而已 认识而已 它并没有到不了别 那么 一般我们就把它叫做 印象 那取向 取向 然后认识 这取向而已 那这里 这里其实就是 所谓的意志作用 所谓的意志作用 那所以 基本上来讲 这个是情 西方人来讲 这个是知 这个是意 叫做知情意 那 之后 之后就不是新所 这个是新所 然后之后 之后就变成 决定 动发 然后就 动发生口 动发就是动发生口 然后决定意 施一业 动发生口 然后造业 就变成施一业 就变成施一业 那么 一般 阿含经叫做 故作业 中阿含经里面 故作业必受报 必受报 就变成决定业 因为你已经决定动发 就必受报 所以他就 比较容易成熟 那么你相续做 相续做 因缘会一时 果报必 果告还至受 就从这边 施一业来 所以这个血 那么他决定你的业 有没有成熟 那你在相续 如果是清业 那么你相续 那么他就容易受报 如果是重业 那当下就受报 既是这样的 所以他 他告诉你 行为如实之 当你 当你这个 从这个新手 六受生 六想生 六失生 那你 你从这边 遇到境界 六根 对六成 那么引发 引发受想 失 那你在这个地方 那么你有贪心 那么你必须要知道 所以叫做 那行为 为就是贪婪 其实就是直取 一种直取 我们说 直取的前面 那么 它是一种力量很强 那直取的前面 它是所谓的 欢喜赞叹 懒卓 那么 监助它就直取了 所以他这里讲 我们看 云而行为如实之 行 因缘 生喜乐 世民行为 为就是为主 就是贪爱 那喜乐 喜乐是在形容贪爱的 欢喜赞叹 懒卓 兼助 那么 如是行为如实之 这个简单来讲 就是 有烦恼 你在起烦恼 你知道你在起烦恼 你在起什么烦恼 你知道你在起什么烦恼 那么你的烦恼 那么的程度 你知道 就是起多重的烦恼 起什么样的烦恼 那为什么 现在要问的是 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就是我们说的回溯 透过回溯 往前推 因为那个锁链是 一链接一链 一链接一链 因为 这样是因为怎么样 持有顾比有 那我们要套坦 这个比有到底是什么 缘起的东西 就是讲持有顾比有 那么 比 比有是有什么 有烦恼 那 终点是有苦 有轮回 持有顾比有 那从缘起来看 这个有 就是爱取有的有 那么有这个业 那么就有这个苦 从缘起来看 就有苦 爱取有的 爱取有生老病死 又被老苦 但有生死 有苦 就有苦 那这个苦是由夜来的 夜是由烦恼来的 烦恼又怎么来 烦恼就是 根层是合而生畜 然后由心所来 心所跟无名相应 心跟无名相应而来 跟无名叹爱相应 无名跟贪爱相应而来 那无名就是不如时之 那贪爱 贪爱是因为 这个我们说过 受想行 跟尘事合合生畜 贪爱是由于跟尘事 那么 这个是心所 那么 由这个无名相应处而来 有无名相应处而起贪爱 因为跟无名相应 然后就起贪爱 无名相应处就起贪爱 那贪爱不过就是贪爱 根层是所生的境界 那根层是六根 那眼耳鼻舌身 色身相畏处 所以眼睛对这个 眼睛对这个色层 耳朵对这个深层 那就所谓这里所谓的 六寿生 六祥身 六诗身 就变成六寿生 六祥身 六诗身 那么眼耳鼻舌身 六根 六根因为六层引发的 透过六四引发的六种 这一种新所 就决定的新所 那么持有 顾 鼻 有 顾 鼻 有 鼻 有 就是这个有 有这个烦恼 是因为这样 这样是因为这样 这样是因为这样 所以从这里讲过来 你现在在探讨这些东西 探讨这个东西 这里讲到六诗 那就是鼻 有 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如果是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业 不离开这三种 货业苦 我们的痛苦 为什么会有 我们的业 为什么会有 我们的烦恼 为什么会有 那是因为持有 因为 这个有是因为这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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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这样 一直往前推 所以根本在于 你要如实之 做观察 清楚明确的观察 我们就做 清晰明确的观察 然后正确明白的观察 就是你的心 看到这个境界 你要非常地清晰 明确 而且要正确 不单是明确 而且要正确 那么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了知 从这个地方 那不外乎都是 关照我们的身心 身心的心手 种种的想法 种种的决定 种种决定 种种想法 种种感受 都是因为 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已经发生的境界 将要发生的境界 现在正在发生的境界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那么 这些 那么你都会去 做一个 你接触到了之后 已经发生的境界 境界已经没有了 但是它留在你的脑海里面 那么你在想起来的时候 依然会有那种感受 然后有种种的想法 种种感受 产生种种的想法 种种的想法 又让你生出 种种的决定 那么这些决定 又让你有种种的造作 那这些造作 不断地循环 成熟 就有种种的业 那种种的业 就要受种种的苦 有种种的生死 业报生 种种的 就一直在轮回 就是这样 所以叫做 无名所赋 爱解所信 就有一个 有一个绳索帮助你 有一个东西覆盖你 让你看不清楚 没有办法 如实观察 让你不知不觉 随着这个绳索 那么 而移动 那么就被它 系辅住了 挣脱不开 讲的是这个道理 所以它这里告诉你 云而行未如实之 这个行 我们说是 六四生里面的行 那它这里讲 那行因缘生喜乐 那因为你 比如说你吃到好吃的东西 你决定要多吃一点 那么你吃不到 决定要去偷 要去抢 或要去做工 赚钱来买 好像就有很多种决定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你接触到这个境界 那你产生贪爱 产生贪爱 你就有种种的想法 然后你就有种种的决定 然后就有种种的行为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生都在这个 循环过程里面 不管我们做什么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那么这个 闻到什么 然后你想到什么 然后你感受到什么 那么你都会做种种的决定 那么这些决定 如果是跟 如果是跟烦恼相应的 那么它就是 所谓的无名相应处 如果是跟解脱相应的 它是所谓的名相应处 还没解脱 但是它趋向解脱 还没落三二道 但是它趋向于三二道 或者就趋向于轮回 下一次的轮回还没到 但是这一生 就在累积下一生的轮回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所以它要让你如实之 看清楚 所以它说 行因缘生喜乐 是你行味 所以味就是喜乐 其实就是贪恋 那么贪恋有很多层次 那么贪恋到不能舍 那个叫做兼住 就是你已经练着到 没有你会很难过 比如说你喝酒 喝到没有酒 你会很痛苦 吸毒 吸到没有毒会很痛苦 毒泊 有很多种 你有这个东西 这个人 这件事 这件事没有解决 你就一直很痛苦 睡不着 吃不下 那么那就是一种 一种产生很强烈的黏着 那从欢喜 赞叹 懒着 到监住 监住就是不能舍了 那么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解决 你没有办法吃饭 睡不着 吃不下 这件事情 那么就是发生了之后 那么你心里面 一直在这里面转 那个其实就是 我们说的 这个谓着 但是谓着贪爱 基本上就是有分很多个层次 那如是行为如实之 好 那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就要想 那么我们 因为佛法都是教你解脱的 他给你提出一个问题 他不是在告诉你 你有什么麻烦 你有什么毛病 你有什么缺点 你有什么什么样 他重点告诉你 这个是要你解决它 他不是让你知道了 让你自己烦恼的 不是 就好像医生告诉你 你有什么病 重点是 你要正视它 你要关注它 并且要解决它 就是 你住在这里很危险 这个土石流来 你就很危险 你要想办法 改善这个房子的结构 或是要搬家 就是像这样 那你就住在那个河道上 那么你这样很危险 那么你现在有这种状态 你要解决 你不解决 你未来会是怎么样 没有下雨的时候 那没关系 一下雨的时候 你的麻烦就来了 没有境界的时候 没关系 一有境界的时候 你的麻烦就来了 所以你必须要正视 这些问题 佛陀不过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它是有什么样形成的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正视它 并且要解决它 你必须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解决它 就讲这个 那我们大部分 其实大部分的佛教徒 都想解决问题 都想解决痛苦 都想超脱轮回 都想断除烦恼 可以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 真正的佛教徒 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想这样做的 那当然有少数的他 那他也不在意 有没有烦恼 他只在意 有没有痛苦 他只在意 有没有痛苦而已 但是痛苦的根本 在烦恼 他只要没痛苦就好了 有烦恼没关系的 那大部分的 有一小部分的冷气 是这样的 但是真正的佛教徒 基本上是 因为他知道 痛苦从夜来 夜从烦恼来 烦恼从无知来 所以佛陀有讲 一切痛苦灾难 都是因为无知而生 都是因为无知 所以他先跟你讲道理 要讲四地 这里就是四地 苦极灭到未患礼 他基本上就是 苦极灭到未患礼 那未患礼 是一个休闲的 一个概要的层次 那我们说过 如果从贪爱来讲的话 他就是 第一个就是要先决之 然后要控制 调伏断除 之后才能超越 基本上是这样 阿安经里面就是 调伏断除超越 基本上是这样 但调伏断除超越之前 要先决之 然后能够控制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告诉你 当你 当你在这个行新手 就是你的新手 行新手是 所有一切的新手 总和叫做行新手 除了受跟想之外 就只有三个新手 受想行 后来当然 后来顾派就把很多新手 用了很多新手 但是如果从五义来讲 他就是三个 受想行而已 那是一种了别作用 也可以讲 受想行是四个新手 那一般我们就 就讲三个新手 或是讲四个新手 也可以的 受想行事 那这些都是 我们叫做心理作用 都是所谓的心理作用 那这个 不愿不爱就是 身跟心的 身跟心而已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行为如实之 当你有心里面 对一件事情 一个人 不爱乎是人事物 不爱乎是人事物 对一个人 一件事 一个东西 产生一种 你在我就会很痛苦 你不在我就会很痛苦 那你在我会很痛苦 基本上是跟趁香烟 你不在我就会很痛苦 基本上是跟趁香烟 就是说没有他不行 或是有了他不行 有你就没有我 有我就没有你 不共戴天 那这种是跟趁香烟 那就是没有你我会死 那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这个是跟趁香烟 那么这种都是一种 叫做 已经是 层层思维过后 那么的一种决定 它已经产生出一种力量了 这种力量会驱动你 不知不觉 往这个地方走 那我们在道场上 也会常常看见 有这种现象 那这个道场里面 假设有十个人 或是有三十个人 那么其中只要有两个 或一个跟他不好 那么他就会舍弃其他的 假设这三十个人里面 有二十个是跟他好的 那么有八个 也没有好不好 就平平通通 有两个跟他非常不好 或是只有一个 跟他非常不好 那么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舍弃 他要舍弃 这二十个跟他好的 他一定要离开 因为他的心就在这边转 有他就不行 有他就不行 我们看到很多为情自杀的 为财杀人的 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 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像有很多人 这个年轻男女 那么他有些会自杀 是因为他不能在一起 他很多 他的爸爸爱他 他的妈妈爱他 他的姐姐爱他 他的哥哥爱他 很多人爱他 可能有十几个人爱他 给他从小到大 给他很大的客户 帮助他 但是只是因为一个人不爱他 他爱的人不爱他 那么他就要舍弃很多的人 那么因为这个 这个完全占据他的心 他没有办法控制着 被他拉着走 那你想要得到这个东西 或是这个钱 那么你没有他不行 所以你完全 你的心所 你的失利完全被他牵着走 所以你之后下的决定 通常是错误的决定 因为你已经被他牵着 你被他绑住了 那么所以你会 你不如实之 你不知道世间其实是无常 你出生的时候并没有他 也并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在你的人生 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都没有他 也没这些东西 未来就算你拥有了 也有可能 而且是必然会再失去他 那么这种 就是你会看到无常 其实这种现象 就是说 我今天早上还在想 有很多 就是我开始会回顾 我开始在想这些 在开始回顾 我们这一生里面 我们很笃定地认为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或是一定会这样发展的 一定会这样发展的趋向 后来发现 好像也都不是这样 比如说 我们感觉就是要这样啊 本来就要这样啊 但是你会发现到 没有本来这样的东西 常常因为你没有想到的应用 我们就说意料之外 然后就产生变化了 你看起来很笃定 一定会朝这边 这样发展的东西 后来 后来你才发现 通常都不这样 那么 一开始对你 这个死心塌地的人 或是你已经 牢牢掌握的事 或是根本就一直 唯一你所拥有的东西 人事物 你从来不怀疑 它会离开 或是它会产生变化 或是它会失去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但忽然有一间 我们就叫意料之外 它就产生了 这个时候你会很难接受 这个时候你会在那个 就是受想型 那种感受就非常不好 那种你就会开始 因为这种不好的感受 或是好的感受 那么产生种种的想法 那这些想法 互相交织叠加 那么产生作用 就让你下一个 比较重大的决定 那这决定 后来就会影响你的一生 后来我也会回想一些事情 发现到 很多事情基本上 你以为它就是这样 不会再改变 但是通常都会改变 你以为这个人 就是这样 没办法改变 但是他又改变 你也以为你不会改变 但是你还是改变 所以你从这样 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想 因为我就我们 以后不知道 但是就我们现在 不管你几岁 你往前想 那么从昨天 甚至你从你早上 那么刚来的时候 昨天想前一个月 想前一个月 你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 那你会发现 这个当中 这个当中很多都不是 如你所想的 那为什么不如你所想 因为你想错了 它并不是这样的 它只有一个可以确定 就是它不断在变化 而且它不是依利着 你的心所在变化 它是依着因缘在变化 那么即使你已经 牢牢掌握了东西 它还是会变化 那么你认为 理所当然的 后来你就发现 都不那么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它会随着 因缘变化 只有这件事 所以不管现在 谁跟你多好 谁跟你不好 你拥有什么 你欠缺什么 你都要知道 它都会变化 那么 所以当你了解这个 当你了解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对世间的一切人事物 你会产生 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感受 这样的想法 你就有一种决定 不要执着任何的人事物 因为你终究 要因为它而痛苦 你常常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以为就是 就是你的 就是跟着你 就是会这样发展 通常有时候没有 通常 即使它是一件好事 即使你很努力 即使你很努力 即使你都以为百分之百 我告诉你 还是会变化 还是会变化 那么你成功了一次 不代表第二次 也一定会成功 因为 除非你完全掌握因缘 但是你完全掌握了 你自己的因缘 你不一定 掌握了过去的因缘 因为过去已经决定了东西 有些是一过去的 它还是会变化 它还是会变化 所以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不再会执着 就是说 你不要说完全不执着 不那么执着一切的现象 你会不那么执着一切的现象 因为 你知道 你只能够决定 你要做什么 你很难决定 你要受什么 就是说 你决定你要做什么 那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你可以决定 你要采取什么动作 但是 你没有办法决定 我采取了这样的行为 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 没有不一定 所以 但是你会接受 因为 因为 一切 都是因缘 那我们只能掌握 现在的因缘 那么让未来 顺着这样走 但是 现在我们所受的 多数都是因为 过去我们的行为 跟很复杂的因缘 产生变化的 你可以决定 你自己要怎么做 但你没有办法决定 别人要怎么配合你 你可以尽量 朝那个地方 去想 去做 但 你终究会发现 没有人可以完全配合你 即使你自己 有时候都不照 自己的想法去做 不照自己认为 好的那个方向去做 即使你自己都这样 那么何况是别人 所以当你这样想 这样思考的时候 你对于世间 你那个执着 一定会减低 那个贪恋 就是胃 那个胃着 因为受想吃而来的胃 行胃 想胃 就是这个受位 那么你清楚了 你比较不会 你比较不会从这里起烦恼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这个经典告诉我们 就是说 因为它只是一个词 那这个词是很 很名相或很佛学化 就是它有一些概念 但是我们把它用到 我们的这个身心里面 其实它就是这样 那你要好好去想 好好去想 就是说我在 比如说它讲到六诗声 那我们的思想 那么到底是 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到底都在想些什么 想了这个之后 因为你要好好想想 你才会决定要做什么 决定不做什么 所以你要想过 那你有这个感受之后 你开始会想 想完了之后 好 我决定要去做什么 基本上是这样 你开始会决定 那这个决定之后 你还没做以前 都还有可能改变 还没做以前 都还有可能改变 但是决定了之后 比较不会改变 但不一定完全不会改变 它有可能又有各种的因缘 会促成你改变 或促成你更加决定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讲 我们的心理状态 所以它这里讲 行因缘生喜乐 就是因为你有喜乐 你练着了 这个境界 人事物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那个新手 就在这个新手的感受 那么种种的感想 那么种种的决定 那么这里叫做行为 那你要如实之 这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你都要清楚明白 你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 那么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为什么 它不就是苦极灭道吗 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 那么现在正确的是 我要做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不这样做 就会这样 我如果这样做 就会这样 那我现在这样 是怎么样来的 那每发生一件事 让你产生忧苦不安 我们说烦恼的时候 你就要静下心来 先静下心来 那么如果境界在的时候 没有办法 等到境界离开的时候 或是自己到一个 安静的地方 所以佛陀讲 这个佛地址都要在树下 或是近处 或是阿兰若处 没有人吵的地方 没有境界 一定会有境界 不可能没有树 光 花 鸟都是境界 但是这个比较相对不干扰 比如说那个人正在骂你 骂完了他走了 好 那么你要 你不要在 他在这个地方骂你 你在这个地方 很容易跟他相应 好 那你就到其他地方 树下或其他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就想起 他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被欺负 比如说你在家里 假设有一个人 他忧郁症是因为 他小时候 他常常被爸爸骂 被爸妈骂 被兄弟姐妹欺负 假设我们只是举例 然后他住在那个家里 他那个环境 他就会自然联想到 他那个境界 那个环境会自然联想到 那个境界 那法跟成 就是相续的心 意是相续的心 那么相续的心 就是你跟过去的心相续 连结到过去的那个景象 那他曾经在 他曾经在那个电梯里面断电 那么害怕过 所以他一进到电梯 他自然会害怕 那这个基本上都是因为 过去的心连结上 那么那个境界 就让他连结到过去的心 那所以你要离开那个境 那么 你要先离开那个境 让心安定下来 安定下来之后 好好想就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那再试着再回到现场 那看你的心 有没有受他影响 如果受他影响 不行 还要离开这个境 然后好好 先好好静下来 想一想 让心有力量 让心不害怕 然后再来对峙他 通常都是这样 那我们 我们起烦恼也是这样 我们会起烦恼 种种的贪爱 嗔恨 那基本上是因为 我们没有这套操作方式 我们最习惯的就是 起烦恼 生气 贪爱 等到境界完了 忘记 先把它抹住 把它覆盖住 不管它 不理它 那么 就是 好像这样就没有事了 没有 下一次境界再来的时候 会加强 印象会加深 反应会加快 本来五秒钟才决定要骂人 现在三秒钟就决定要骂人 那下一次再看到的时候 他还没讲话 我就先骂他了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变成就是说 它是一个很快的一种循环过程 那这种过程 我们必须要 就是要先静下来 所以佛地址通常都是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独一进处 先静下来 让心静下来 好好想这整个过程 好好想这整个过程 那我们必须常常要有这样的操作 因为 你不要让自己太忙 那么 如果你的忙是常常在思维佛法 那一种忙是好的 那一种忙 其实不累 真正的忙是起烦恼 就是你的思绪一直在 一直在烦恼 一直在烦恼 那个是很累 那个是心没有办法休息 身体即使坐在这边 一直起烦恼 那个也很累 就是你坐在这边不动 躺在那边不动 一直起烦恼 那个也很累 那个靠休息 没有办法恢复 那如果你只是做工作 很累 那种身体的劳累 那个睡一觉 吃个饭 吃个营养的 它就恢复了 但是那个心的烦恼 是24小时在烦恼 即使你睡觉了 都会做噩梦的 那么这样是 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那种累是 没有办法 很快恢复过来的 那你什么时候解决 它才什么时候停止 那你不要让你的心 你不要让你的心 长期处在这种不稳定的震动 就是它不断的震动 而且是不稳定的 就好像那个声音 那个是调和的声音 就很悦耳 那个是不调和的声音 高低不调和 那个就是很刺耳 很悦耳的声音 跟很刺耳的声音 都是声音 但是它的频率 不调和 那么烦恼 它就是比较不调和的 不调和的频率 就是高低震荡不已 就是它会有反应 过度跟不足的现象存在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现在读这个经 不管你已经读过多少经 像六路处 基本上都在讲这种现象 那前面的五蕴 这里是讲五蕴寿 但是六路处 基本上就是讲 严有彼有神力 对这身相会有处 这种新手的问题 那因为五蕴 所以它是讲受想师 受想师 受想行 那受想行是 受想行把它拆开来 就是六处 六路处 受想行事 受想行事 受受想行事 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就是六路处 其实它就是六路处 那它更细分 因为起烦恼的地方 在新手 烦恼是一种新手 烦恼是一种新手 就是新的不正常反应 不正当反应 其实是这样 那么你要从这个地方去了解 我们都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 那么我们应该要想些什么 为什么 那么你要常常 就是你要有一些时间 其实我是觉得 你要有一些时间 那么就是 没有这些境界 然后就静下来思维佛法 思维你听到的佛法 你修学的佛法 它是为什么 那佛地址都是在思维 五蕴 六路 缘起 基本上不离开这三个方法 但是如果你的心 一直定不下来 那么当然 你在往前 透过诵经 透过念佛 透过拜参 让他处在一种相对稳定 但是他还是动荡 你诵经 念佛 拜参 这些还是持咒 这个还是动荡 身心还在动荡 但是他那个动荡 比较是相对安定的动荡 他还是动荡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如实之 因为不管你念佛 诵经 拜参 持咒 不管你做些什么 那么他 如果你不如实之就是 你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什么 所以你没有清楚到 其实根结不在这里 它只是让你稳定而已 就好像你观呼吸 我们只是举个例 比如说试念处 试念处 有一个观身不禁 有一个观呼吸 有一个观行处周 好 观身这一部分 比如说你观呼吸 观呼吸要知道 呼吸长 呼吸短 它重点 重点不是在知道 呼吸长 呼吸短 知道呼吸长 呼吸短 会怎么样吗 没有 重点不是练身体 重点也不是在看呼吸 重点是借由看这个呼吸 观这个呼吸 让你的心安定 重点是借由 因为你太多所缘了 六根对六成 那么攀缘 六根对六成攀缘 那么心就散乱 心散乱 不安定 不安定的心 是没有办法好好想的 想不清楚 看不清楚 就是他没专注 想出来的是没有力量的 是散乱的 这个力量分散在各个地方 那么所以他是没有力量 没力量的心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那么所以他必须要让你的心专注 那心要专注在哪里 可以 很多地方 你念佛也可以 观佛像也可以 观呼吸也可以 持咒也可以 就算是诵经也还可以 但是诵经太长的话 他专注在里面 其实也还可以 但是他就是比较不容易 那他透过一个 比较没有 不会让你的心 有那种浮动的境界 比如说观呼吸 呼吸没有喜跟 没有好跟不好可说 那你叫你去 今天如果 今天 今天不要说观呼吸 叫你观大便跟观鲜花 那个心就不一样了 今天不是观呼吸 而是你的境界是一朵花 你喜欢的花 或是一个人 你喜欢的人 或是你一个讨厌的人 或是叫你看大便 那么你的心就很难不受影响 因为他本身的境界 你就会分别有善跟恶 好跟不好 我们去看大便 跟一只苍蝇去看大便 苍蝇就 哇 那个好吃的东西在那里 我们看大便 跟苍蝇看大便是不一样的 那么苍蝇看大便 就好像看到一个 非常好吃的蛋糕 那我们看大便 那个是不能吃的 那我们看到蛋糕 跟一只蜜蝇看到蛋糕 也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众生 他的心事 他的夜报 那么他会对他的境界 产生执着 这个执着有两个 一个就是爱跟正 那么现在给你一个 相对于 无畏执着的境界 就好像你看到你喜欢的人 看到你讨厌的人 马上你就会起那个心 所烦恼 爱烦恼跟正烦恼 但是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 这个也没有什么爱不爱 讨厌不讨厌 喜欢不喜欢 就是这样 你的心相对平和 所以他为了要让你的心安定 他让你观这个呼吸 长短 长短 训练 而且 第一个他没有副作用 然后他 他相对简单 而且 因为简单专注 这比你念经 念佛 念佛又比念咒简单 念咒又比念经简单 那基本上是这样 他只要收摄你的心 让你督射六根 就是 你就专注在这个呼吸上 长短 长短 呼吸长之呼吸长 呼吸短之呼吸短 但是如果说 那么呼吸长呼吸短 也没有办法 好 再退一步 叫你 鼠息 因为你没有一个 你当这样观 你没有一个 你的所缘 其实所缘已经很明确了 但一般人没有办法明确 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给他抓 好 那就叫你 呼吸 呼吸吐出去的时候 你就数一 在吐出去的时候 你数二 一二三四 数到十 再重新数 数太长 会散乱 数太短 也会散乱 很快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都能专注 数太短 没办法专注 数太长 又会散乱 所以又会思念 所以 他给你一个方法 他就是一个方法而已 那等到你心专注 他重点不再 数那个数字 不是每一个数字 都记得很清楚 不在那里 也不在你每一次 观呼吸都 查那个长短 因为你如果 注意在长短 你就会刻意 让自己的呼吸变长 或是变慢 或是变短 因为你如果刻意 在那里 他不是的 所以一样 他这里跟你讲的东西 也是这样 他重点要训练 你的专注力 跟绝招力 那么你必须把你的 就是你要在安定的地方 独一近处 或是树下 或是近视 那么你要自己 自己常常 有那个能力 训练自己的心 你记得 你要训练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 在一个安定的地方 你可以进得下心来 你可以进得下心来 然后关照你的身心 那么要很清楚的 不昏沉 不散乱的 关照你的身心 你就要这样训练 那当然 那有一种人就是 烦恼比较重的 你就要给他很多事 让他的烦恼 在这些事上 分掉了 要不然他就会 这个烦恼 那个烦恼 这个早事 这个早人吵架 那个早人吵架 你给他很多事做 他没有空 他没有空去想那些不好的 他只想怎么把事情做好 但是这个是很低阶的 就是说 一般人烦恼比较重的 你必须给他很多东西 让他去完成 广青老师上 以前就用这个方法 就不断做事 不断做事 但是这个是对 对那一些身心长期震荡的人 再给他一个方法 然后让他做很多工 但是 他目的是要让你身心宁静 而且亲民 重点就是两个 专注亲民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训练你自己 那么 因为你为什么这样想 想不清楚 想不明白 你也这样想 但是为什么 没有力量 那个就是 你没有习惯 所以 有时候要让自己静下来 闲下来 你 当然 你烦恼很重的时候 你要给自己找事做 但你不能一直找事做 你真正的事是什么事 生死大事 就是说 你真正的事就是 你要让自己稳定下来 让自己清楚明白 那你当然 你在做事的时候 也可以 也可以动中修 但是不容易 一般不容易 因为你动中就起烦恼 你动就是烦恼 所以他必须 这样打坐 坐着是比较容易 然后他在训练你精醒 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 然后 然后在训练你 在训练你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心都处于安定 所以那且常在定 就是佛陀 真正来讲 他不是说 路定了才叫做定 没有 他心不动就是定 所以佛陀常在定中 并不是说 他一定都在定境当中 不是 而是他的心 面对一切的境界 他不为烦恼所动 那我们必须要训练我们自己 那么你就必须要常常 关照自己的心 那我现在在想些什么 我平常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 那你要常常这样 跟自己想 那这个是有空 就大部分在哪一个时间 比较容易呢 要睡觉之前 那是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上厕所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然后吃饭的时候 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想 但是大部分人这个时候 他都不会想这些 都不会想 那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他又不能想 想不了 所以你要训练 最好的就是 你刚起来的时候 或是要睡觉的时候 你稍微做一下 想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慢慢训练 你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洗澡 一个人上厕所 一个人 大家虽然一起吃饭 但是你一个人吃自己的饭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训练 你就要训练你的心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你就要训练我的心 我对这者有没有贪作 那 自己早的时候 你就要想 我对我的身体 有没有贪作 那么上这者的时候 你就要想 我对于烦恼 有没有气色 这个是华言经教的 它就是这样 气贪生吃 我对于不应该 我知道这个是烦恼 我有没有 要毅然决然 气色他的心 就好像 我对于 因为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烦恼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就好像大便也是我制造的 烦恼也是你制造的 但是当大便 要舍离你身体的时候 你很快要把它排出去 排得越干净越好 你不能说 那是我得要留一点 每次要留一点 不可能 那它要被冲走的时候 你又不舍 也不可能这样 所以你对待烦恼 就要想这样 那你要好好想 那这重点 重点在于 你内在有什么烦恼 那这里讲的六师生 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 好 那所以它告诉你什么 那么 行为如实之 那么为 就后面一定是什么 为换礼 你就要思维它的过患 烦恼 我为什么 就我们刚才讲的 我有没有烦恼 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 那么我现在要怎么这样 要离去这个烦恼 为什么 因为它有过患 因为它会带给我痛苦 会让我造恶业 那么就好像 就好像 你自己生产的大便一样 那你不能让它 留在内心太久 身体太久 你不断会制造 但是你不断要把它排出去 那么你 因为它有过患 你如果 你如果常常有这个烦恼 那个烦恼留在你的身体太久 那么 数量太多 那么太独 那么它就会对你造成立即的影响 以及未来潜在的影响 那么所以 你要好好想清楚这件事 很多东西都要想清楚 那么要想清楚 必须要有时间 第一个是你要有意愿 你要有绝对的意愿 就是我们说解脱的意愿 你一定要有解脱 趋向解脱的意愿 还有 还有要符合 要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那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如实知 如实知其过患 第一个要如实知有烦恼 如实知我有什么烦恼 为 这是烦恼代表 如实知我有什么烦恼 那么 然后要如实知 我这样的烦恼 会给我带来的过患 然后才能理 后面才能理 行 患如实知 我这样决定的过患是什么 行就是决定 我因为这种感受 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决定 那我这样的决定 由贪爱而来 它会造成什么过患 那这样的决定 这样的心所怎么来的 其实你如果仔细看 你就会知道 它一切在变化 你认为是这样 因为你认为 这个人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我又会受苦 所以我现在决定 我要先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你会发现到 所以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 你一开始就会发现到 你认为一定会怎么样的 或是理所当然会怎么样的 你会发现 其实后来都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那你已经随着他的 你已经认为 我这样做就一定会这样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这样做了 他也不一定这样 可是你已经造业了 因为这样的执着 已经让你造业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但是他这里主要来跟你讲 我们一切的心 都是随着境界 而生变化的 所以你了解到 一切的境界都在变化 那么你的决定 如果是跟烦恼相应的 我们叫做无名相应 那么你必然会由他而产生痛苦 因为他会让你造业 他会生起很大的过患 所以你想清楚的这一些 这些过患 就好像你为了你的身体 你执着你的身体 那是你的嘛 不共其他人的嘛 但是你为了保护你的身体 为了照顾你的身体 那么牺牲很多动物 牺牲很多人的利益 那么牺牲很多人的 这个产生了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业 那么你必然要 因为你的身体受苦 那是因为你的业 那么就算你没有造业 你还是要因为他受苦 因为这个是过去的业报生来的 所以你不能再累积 未来的业报 那你这么想 他说这个就是什么 形患 患 过患 其实他就是你的心所里面受想失 那么有错误的决定 有错误的 有不正当的反应 那么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了解 这一切都是因缘 这一切都是无常 那么你只要想清楚了 你就不会执着 一定要做什么 一定不能做什么 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那么这样 这样你才能真正不受苦 好 我们先下课